新鮮台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请到陈祖坚整形外科专科医生 帮我们谈论一系列有关整形整容的问题 我始终有一个问题 我经常见到生活上有些不方便 但不知是否生病 我要请教陈医生 例如有时见到一些老人家 或年纪的太太或公公婆婆 不一定是老样 我认为大哥哥、大姐姐 有时眼睛会塌塌地 它遮掃了少少 但又会看到东西 但是一定会觉得不乖 甚至于臉部没有动作 这些事件在整容整容上 会算是什么状态 刚才提及很多美容手术 在整形外科有时处理功能手术 有功能便宜或者病变 会令人担心... 友好怕会转为癌症 或者已经是癌症 刚刚提及了眼睛睹睹 很多人们说自己大小的眼睛 打小的眼睛就要看看他的小的眼睛 例如他的眼睛睹睹睹睹睹 遮住了看东西,这就是功能问题 这个功能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可以做一些手术去改善 另外一个提及是 我面对有粒子 平时街中人就说 那粒子就是质,那粒子就是默 其实在未化验之前 我们不可以这么早定决定 如果那粒子本身是有些变样的 或者是变化的 我们任何医生都会建议 拿一个组织化验 所以割除及组织化验 这个目的是想知道那粒子 是一个变成的东西 还是一个癌症 还是可能都不是 陈先生的意思是脱了粒子 同时有粒子也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我们先脱掉它 同时用它去化验 看看是否有没有变化 是的,没错 很多人会只说前半个月 就说脱了粒子 但其实不是,除了粒子拿去化验 这个拿去化验是一个想知道你是否有病况 如果是病况可能要做事 如果不是病况便安乐 另外一些就是有时创伤 创伤就真的撞到碗面上 面骨爆裂 这个肯定是创伤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影响功能上的活动 这些功能上就是所谓病化或病变的部分 这些部分也是整形外科的一部分 刚才我提及整形外科会处理一些外壳的问题 不论它是来自天生或后期的病变或创伤 我认为很多朋友都有买保险 这些是否算是保险可以遮瑕的范围 因为弄傷了 我踢了车,裂了骨 我上次去摄影 挺好 都很好 整件事照顾得很好 这些算是创伤 例如现在有些朋友说年纪大了 怕要抢癌或去照抢 看到肚子不舒服 拖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去照抢 其实都能够遮瑕 这些是否可能有机会属于病变 是,完全正确 你刚刚提及的两个比例 譬如说撞到手肘,爆了骨 撞到臉,爆了骨 也是一个受伤的情况 所以两个都会去医治 所以两个都会去换保险 理论上,如果你的保险单里面 是有包含这些部份的 它是避免的 即是说你是避免的 当然最后换不换得到 就是你和保险公司的关系 正如对比就是 你的手肘,正确撞爆了的情况 另外一些,例如照抢 因为又是抢卫科医生 就会怕你的肠肠里面生病变 所以就要去看看 如果当你的保险公司 或保单已经有盖上这些部份 所以这个动作 便自然是一个 避免的医疗行为 明白 现在我们的年纪大了 有些毛病多多少少 都会多些关心自己的健康 还有如果有些不舒服 或者在刚才陈医生说的 功能上有些影响 其实都应该我们及早治疗 及及早发现稳定一些 因为等到太后期 可能已经要做的事 选择又少了 多谢陈医生 谢谢你